台中一名嫌犯涌枪自重 并且涉嫌贩毒 警方行动担心会引发大火拼 就趁着凌晨来出击 果然呢 这个毒贩他根本就没有料到警方会来 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当场落网 警方此搜索票 来到毒贩家中突击 就怕上演警匪火拼 特意选在清晨 没想到毒贩完全没有警觉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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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姓毒贩涌枪自重 睡梦中被控制 吓了一大跳 瞬间清醒 警方在还有的住处搜索 发现好几辆机车 可是毒贩却当着不肯配合 在机车置物箱里面 警方搜出一把非制式手枪 弹夹里面还有六颗子弹 张贤涌枪自重 并掩护犯毒 涉嫌重当 为了避免犯嫌被警察汽油火拼 严谨决定无效出击 罪证确凿 张姓毒贩想赖也赖不掉 党床被逮捕 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还有枪炮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以送法办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不足